抵抗抑郁 现在人得抑郁 因为他没有让自己放轻松 他没有维持他原来的快乐 陆友约 苏永鹏 林心如 赵波 孙明明 带你一起体会一个特殊的抑郁心理课堂 本来在后台等的时候心情不太好 因为今天下雨天阴 而且来的时候都要堵车 但看到你们我就不太抑郁了 虽然今天话题还是跟抑郁有关 因为抑郁的确是一个 对人类越来越产生很大威胁的一个疾病 今天这个现场会是一个课堂 有很多你们熟悉的人 当然也会有你们不熟悉的今天主讲嘉宾 这样我们先掌声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 还有三位特别的来宾 来掌声有请他们 给你们一一介绍啊 等一下 好 来 你们声音很大 这样 我先来介绍一下好吧 左边这位 是我的老师 来自哈佛的心理学博士 孙明明女士 欢迎她 大家好 你们千万别挤了 一挤 待会把我们台台挤她了 当心点啊 当心点 当心点 坐在那边的呢 是著名的作家赵波 欢迎她 这两位麻烦我讲的时候 你们掌声稍微小一点 我的心脏已经太受不了了 林心如 还有苏友鹏 哈喽 我们本来话题挺严肃的哈 看到他们来我觉得谁都不会抑郁 特别亢奋 下面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亢奋的问题 为什么会请他们来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很多 有一些数据我看到以后觉得挺惊人的 全世界有3.4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中国有2600万人 每年会有14万人死于 因为有这个疾病 然后自己不能摆脱出来 可能会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 所以是挺危险的 这样吧 我先把这个课堂交给老师 你来讲好吗 我们会有些心理测验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大家知道我的声音很难听 让你们先抑郁 然后体会抑郁是什么样的感觉 抑郁呢 当它发生的时候呢 是一个不能控制的 所以我给有忧郁人的建议呢 是你应该要去看医生 而且要遵守这要 为你停伏的时候 就会有自杀的现象 好 今天我想说一下 微博会请到他们三位来呢 三个人可能是彭的性格 金融你觉得自己什么样的性格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特别开朗的 又乐观 你在生活中见过比你还要开朗的人吗 比我还要开朗的 所以我彭比大家开朗 我比所有彭开朗 我比所有彭开朗 我比他开朗还蛮多的吧 还好吧 OK咯 对 他很开心的人 你是呢 你是忧郁型的人吗 庄又许 没有啦 我觉得都有吧 其实我还算是 理论上应该算感性的人吧 所以其实各种情绪的那个都会有 不过还是比较正面多一点 你一天当中是高兴的时候多 还是不高兴的时候多 看17耶 我觉得有些时候 比方说有可能有几年 可能那几年你自己调试的不好 或是一些外在的境遇 你觉得没有那么如意 你可能会不开心 那几年可能相对 我觉得那个平均值就低一点 可是像最近呢 我就觉得我大部分都是很开心的 今天你起来以后开不开心 开心得要命 为什么 刚刚我听到你的开场 把你说今天下雨很忧郁嘛 我不一样耶 我今天到我们全部在那个 就是我们去弄头发 全部整装完 一上次我播了一个音乐 然后配上外面的天气 我突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种性格很好 就是自来嗨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自己就觉得很嗨 自我感觉很好 其实我觉得跟心里面那种感觉很有关系 如果今天有一些忧郁的话 正好碰到下雨 就会觉得特别忧郁 对吧 好 你们俩性格我大概了解了 要不我觉得你不说我就能看得出来 你是特别忧郁那种类型的对吧 也不定 就是说我比较极端 两个方面都有 就有时候是特别开心 特别嗨的那种 然后有时候就是说 可能是会想得很多 然后无端的陷入忧郁 好 无端的陷入忧郁 老师你呢 你是属于性格什么样的 我呢 原来应该是属于快乐型 但是我觉得人生呢 总是都有扑扑扎扎 每一人都有 都会含有郁郁的特质 但是心理医生如果做得好 应该没有问题 有一点啊 我觉得做心理医生 跟做访谈节目有点像 就你老听别人的故事 对 而且是比较悲的故事多一点 听多了以后对自己心情是有影响的 你听多了以后会不会抑郁 我在治疗抑郁症的病人 治疗多的时候 曾经有两次经验 就是我在睡觉中 我突然跳起来 看到窗子想跳出去 我才深切体会到 接近抑郁 想要自杀 是没有用思考的 请问您当时在几楼啊 很高的楼 但是还好 我的脑筋很清楚 我知道 抑郁症治疗的时候会自杀 所以我停住想想 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抑郁症发生 发病的时候是非常可怕 所以在服药的人 绝对不可以停止服药 因为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冲动 像你喝醉酒 你不知道做什么事 你就是要去跳楼自杀 今天我们现场会做几道心理测试的题 有四道题 你们都可以跟着做一下 可以测出你们大概的性格 后天的一些行为 有没有一些特征 非常难得 有机会 你们可以连续看到系列式的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是非常难的 其实有一点 我们都会有一些些 不同程度的汇集记忆 就是可能我有病 但其实我很怕别人告诉我有这个病 这样我会很紧张 但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汇集记忆 胃雨绸缪 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提前知道可以预防 可以治疗 这样先来做第一道题 好的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这道题是要测出每个人 有没有抑郁倾向 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五个不同颜色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这应该 老师我能说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图 用不同颜色蹭底 紫色 红色 咖啡色 绿色 黄色 你觉得哪一个图最恐怖 就是在什么颜色蹭底之下 你觉得它非常的可怕 你们每个人都想好一个颜色 不一定别人说绿色 你就说绿色 老师选一个最恐怖的颜色 对你来说 你感觉你觉得最恐怖的 好 赵波 有鹏 馨如你们都选一个 自己觉得最恐怖的颜色 我觉得还都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 咱俩都特别恐怖的颜色 但是必须要选一个对吗 就选一个你觉得最不可爱的 咖啡色 相比你选咖啡色 有鹏你选哪个 咖啡色哪个 中间那个颜色 中间那个颜色 馨如你选红色 你觉得红色最恐怖啊 我觉得红色比较像内脏 所以 感觉比较可怕 有鹏你呢 我选一个绿色好了 一般鬼片不是脸都会打那蓝光啊 打绿光啊 你选绿色啊 那我就选紫色呗 请 紫色啊 老师你来说 你从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 人怎么得抑郁 抑郁来自你最喜欢的 你如果想想看 最讨厌 你觉得咖啡色最恐怖的 如果没有这个图形 你平常生活中 你一定是觉得咖啡色最顺眼 有没有感觉到 你最喜欢红色 可是我不穿紫色呀 因为你们现在只是 不是特意你最喜欢 硬选的我们两个 咱们俩太 配合度高 如果觉得它没有任何地方是可怕的 没有一张图可怕 表示你现在没有任何可以让你 变成抑郁的原因 有多少人觉得哪个图都不可怕 大家还都挺健康的 刚才我们也计算是这样 觉得没有什么太可怕的 如果你喜欢红色 因为你喜欢人群 红色代表人 喜欢红色 不论什么样的人 有受教育 没有受教育 内向外向 你都喜欢 你跟人在一起最快乐 我喜欢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一起聊天 玩 吃饭喝茶之类的 你平常出去都是跟很多人一块出去吗 如果让你一天一个人待着你会受得了吗 一个人待着不太行 待在家里吧 但是可能要上网 讲电话 看电视 我不能什么事都不做 我也很无聊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要跟人接触 他才觉得人生有意义 所以你的恐惧就在于人 所以你所有的压力来自于人 你所有的烦恼来自于人 对吗 所以你的抑郁是来自于人 那我会变得不跟人接触吗 也不会啊 你要学习 不跟人接触 独处 不看电视 也不会 要学习 享受孤独 从五分钟开始学习 然后变成十分钟 慢慢来享受自己的生活 你要有点自己的生活 去思考一些问题 好的 赵波刚才选的是中间咖啡色 咖啡色代表什么 咖啡色一定照顾的 在生活中间 跟咖啡色有关的东西 都是最喜欢的 是的 巧克力糖你喜欢吗 巧克力喜欢 所以当咖啡色出现 巧克力特色的时候 你就会喜欢 那他最害怕什么 最喜欢什么 咖啡色是所有色彩里面 最固执的 自己自以为是 别人的意见不接受 除非这个人 是非常强悍 专家 否则你没有办法接受 任何人的意见 你固执到了 几点 所以你觉得 咖啡色是 你们在笑什么 她怎么了 我怎么了 她快打 她点头 对啊 我在 觉得很神 很准 专家很棒 我怎么了 我觉得赵波是一个 挺勇敢 挺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因为我知道一些 赵波的故事 在这之前 咱们两三年期间 基本上每年会见一面 在一些公开场合里面 其实每次我都感觉 你挺好的那个状态 但当我知道你的故事以后 会大吃一惊 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 我们见过一面 有一次在一个什么饭局上面 对 但我不知道 那天出那件事 还出那件事 之前还 2004年 2004年吗 因为我在医院 骨科医院的时候 还整天在想着 你们现在给我治好了 白治 我出去就跳喝 但是你怎么可以 把她骂你的话 天天挂在那上面 你更生气啊 有几个人去看 只有你去看 真的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赵波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作家 他的很多书我都买过 但是一般作家都会有一个特质 我觉得好像就特别敏感 非常敏感 而且可能会脑子里面会天马行空的 在生活中 敏感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我觉得 赵波就是这样一个人 会感受到很多东西 然后感觉到生活中很多的压力 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吧 赵波 有一天晚上 他突然觉得 好像有一个声音 在脑海里面告诉他 像您刚刚讲的那样 跳下去 他从四楼 对吧 赵波 从四楼跳下去 但非常巧 在二楼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像雨棚一样 那种塑料的雨棚 对不对 赵波 等于挡了他一下 那么他从四楼 掉到那个二楼的雨棚上 再从那个雨棚又弹到地上 所以那个缓冲很重要 没有那个雨棚的话 我不知道赵波能不能坐在这 幸亏有那个雨棚 他弹到地上以后 本能的会觉得很疼 然后这时候人的那个求生欲望 特别特别强 但是已经是很晚了 赵波 对吧 正好有一辆 凌晨的时候 正好有一辆警车经过 他本能的就喊救命 我听到这故事以后 我是特别的震撼 赵波 我能问你 当时在跳之前 你是脑子里面听到什么声音吗 其实内阵可能幻听和幻觉都很严重 你听到什么呢 我就听到就是有一个女人 她在 我就是其实就是在前一天晚上 我已经站在那个四楼的一个栏杆上 站了很久 但是我看着地下 我觉得我不敢跳 但是到第二天晚上 我又无法入睡 就我还是凶懵 我必须出去 然后我又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次我就听到女人说 你站不下来 我会看不起你的 然后我那时候 我能问一下 这个女人说话什么口音吗 她普通话 东北口音 普通话 大概像你生活中的谁的声音吗 我觉得就很奇怪 突然凭空出现一个声音 其实内阵可能就是 这女人可能纠缠了我很长时间 也可能和我以前 就是在那之前写的一篇小说有关系 在那小说里就写到 就是有一个女人死掉 然后什么事情 然后内阵 我就觉得一直 阴影一样的东西 在和我 就是随时在纠缠我 她说如果你不跳 我会瞧不起你 我就看不起你了 然后呢 然后那天晚上 我觉得我必须就是 我不能再退回去了 因为前天晚上 我已经就站了个半天 可能站了一个小时左右 一直在斗争 然后我觉得我要回家 然后但第二天晚上 在凌晨我就觉得 我根本无路可走了 你就跳了 对 跳的那 但那个跳 其实我还是不敢 只对着下面的水泥地跳下去 因为我害怕就是 还是可能女孩子暧昧 可能不敢就是 就是可能那个 我就看到那个 在那个顶上 有一根铁的一个 就横挡一样的 然后我手里有一根围巾 然后我当时想法是 我把围巾掉到那个上面 然后我把脑袋 就把自己掉上去 你觉得亮会稍微美一点 对 我觉得那样不会血肉模糊 然后其实做这个动作 在这过程当中 你根本不可能就是身体 你头一探出去 身体一出去 整个人就往下坠了 而且在空中 就你根本不知道 已经到下面了 在空中有人清醒吗 不可能 就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 我清醒出来 我已经在下面 我就觉得脚疼 然后我想站起来 已经站不出来了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就是在像 那一段日子里面 你会跳下去是 你觉得你自己不开心呢 也不想活了 还是真的只是受到 那个人的怂恿 或是他一直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是我请到的 我们以后 我很认识在问问条 对 不然就看了我 看下 没有怎么样 但其实我觉得 年运很重要 那一年 我整个就是 处于一个低潮期 就一个人 不可能被一件事情 打倒 但是如果你同时 被六七件事情 都不顺利的话 你整个人是绝望的 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没有力量 再自己救出去了 如果又来一个女鬼 整天纠缠我 有朋友 你想不想问他 说被六七件事 打倒 都是哪六七件事 那其他人是 哪六七件事呢 我觉得有朋友 就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就可能 就比如说 写一本书 还要就被人骂 然后 然后就是 有没有情感上的原因 感情 对 感情 可能当时也有 我怀疑 就是我当时男朋友 就花心嘛 我就觉得 我这个 我投入的感情 我始终就是 可能没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 这个这个人 就是也不可信 然后 还有别的 当然 还有好多事情 有很多综合的压力 对 但其实这些事情 现代人都会碰到 比如说工作上的压力 写一本书 可能被人骂 那像我们 比如说你 拍一部戏 可能被人家骂得更惨 你们试过吗 拍一部戏 比如自己花了很大心血 被人骂 有啊有啊 那现在很多狗仔 假消息那怎么办 我们也是有时候 对啊 看一看就算了 你们还会看呢 还是会看 不想看也会看到 对还是会看到 就会有好事 假装很好心的朋友 跟你讲 最近怎么看到 你什么消息啊 之类的 所以最近很烦 提醒你的记忆 所以你自己不能忍住 你不上网 看关于你的消息 不看报纸 关于你的消息 你做不到这一点吗 我还是会看 就看一看 然后如果 他说我一些不好的 我自己会 心里面骂一骂 那就算了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但我还是要骂出来 就要发泄 其实这是健康的 对不对老师 我不喜欢放在心里面 我很难过的 小波你能做像他这一点吗 我就是不能呀 当时那个博客刚刚开 然后我每天 因为他那时候 我评论没有关 就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像文革一样 贴大字抱养的 就假名字 他就可以 谁都不懂 他们把你发 电影有很多 真的 电影有很多 但当我就没法像你一样 就是当场我也骂一下 我就全 就是懵在心里了 你去骂谁呢 就是 我在自己 自己家里面骂啊 在自己家里对着强骂 有什么用 没有我就看到 他如果有骂我 我很生气 然后你就对人的屏幕骂 对 骂完之后就把它删掉 那我心里就舒服了 其实这种 这种阿Q式的做法 你说没用吧 也是有用的 至少我在骂的那过程中 反正我的气 反正我说出来了 你呢 我觉得你也只能这样做 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被误会 或是被误解 对 那你会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以前我真的会不在乎 到现在我觉得 经历了很多吧 也不是说麻木 我真的可以做到 看完 我就忘了 真的吗 真的 真的我不会去care的 就是我 其实到后来 我会明白怎么讲 因为我有网友 当然我之前 也可能遇到过一些 人家不实的消息 去攻击我的 就是我也是在我的博客上面看到 就他们会说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话 我真的第一次觉得 这话说的真有道理 我真的没有办法 讨好每一个人的 以前我 因为我自己是处女做的 在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很完美主义 我希望每个人都觉得我好 我希望我能够 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 我尽量把事情都做到好 这样子 不要 尽量滴水不漏吧 这样 到后来发现 其实真的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 我连骂都不用骂出来 我看完 就 关闭这个视窗就好了 理都不理 我可以做到 他们这个段位 已经变得很高了 赵波你觉得你的境界 离这还有点远吧 我做不到 所以我后来把评论渠道关掉了 我只留留言 因为留言他是必须 他有博客 他才能来骂我 因为我觉得你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他可以随便骂的 但如果他有一个博客 我知道他是谁的话 他还稍微会 就是说 会有点注意 他可以开一个 但是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资料 对对对对对 我也碰到过一个人 他画了十几个名字 空白的 就是每天 他有一阵天天来骂我 这么执着的 为什么呢 是那个鬼吧 就是那个声音可能 但后来我给他留了一个 我就给他回复 我说 你就是画一千个名字来骂我 我也活得比你好 你不要理他 就是说 骂了可能有半年左右 后来正不来了 半年 很长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不要理他 而且这个人肯定是我一个身边的 就是说他以前熟悉过我 就是所以他骂出来 就是他重伤 你就是像刀刀要见血 你知道吗 他又知道你的事情 对对对 天哪 比较讨厌 刚才孙老师一直在听我们 这样聊 您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苏尔鹏的方式 就是他们不觉得他存在 随便他发生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可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你如果要在乎这些小事 你大事做不成 真的说太好了 你这个 因为我身边也有人 你啊 你是间接夸老师 其实就是夸你 直接夸老师间接夸你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学这个 因为其实像我们 有时候我公司的同事 也会 有时候也会去上网看一些 有时候可能 有些人可能也会批评到 我的工作同事 工作人员之类的 那有些时候 他当然有时候 今天心情好 看完有时候就帅 有时候心情不好 再看到这些东西 真的是雪上加霜 这时候其实基本上呢 我都会蛮不留情的 我觉得你真是无聊 网路就是这种 让人家匿名攻击的地方 你还去中招 你不是很无聊吗 然后你还会气到想去回复 开心了 你根本不要去理他 我通常会这样建议 我通常会这样建议 建议啊 赵博真的是这样 你都不要理他 真的 如果你一直不理他的话 那人可能写三个月 就因为你理他 那人写了半年 对 他就知道 原来你真的会看啊 太好了 我妈 没有 我到最后才理他的 前面我都是 每次都删掉 然后他觉得 你这是这么一个 无力的人 你删就代表你会看啊 你根本理都不要理 他自己就不要了 但是你怎么可以 把他骂你的话 天天挂在那上面 你更生气啊 有几个人去看 只有你去看 真的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这样子 给我留言的人会看的 给我留言的人会看的 那你管他呢 但其实每个人 在评论别人的事的时候 脑子是清醒的 但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陷在里面的 你说对不对 比如现在我是赵博 你真的不应该看 那可能关于我的时候 我会还是会忍不住 忍不住 可能还是会忍不住 对吧 你要开始练习 你要忍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慢慢的习惯 对 赵博现在已经恢复了 我知道这两天 刚刚再做完最后的手术 对吧 赵博当时 当时 那个就 最好有警车经过 他喊那个警车 你要把他送到医院 在医院里面 醒过来以后 有没有再想 我还要想别的方式 再去尝试一下 想 其实 我真的好是 在骨科医院 就是做完什么 乱七发生手术 然后又养了一段时间 就是又进了一个 其实在我们老家 那个是叫和平医院 其实类似于 它里面有很多精神专科的 就是比如说我那个精神 神经二科什么的 其实是 它是说你是 有点这方面出问题 因为我在医院 骨科医院的时候 还整天在想着 你们现在给我治好了 白治 我出去就跳河 为什么又改跳河了呢 因为我家 我心想 你们这现在给我治 里面还要给我 拉钉啊什么的 我心想 如果我跳河的话 有重点 就不用绑石头 就直接跳了 你会游泳吗 不会 我也是不会游泳 比较危险 所以她还在想 现在不想了 那时候想 对 我说那个时候 不能再想了 突然一下子成名 都在一个成人的世界里面 那其实挺可怕的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走过来的 你现在从小到大 在成长过程当中 每个女孩 在某一段时期 都会自己的 为自己的 比如说长的样子 身材 会有不自信 很苦恼的时候 你都没有这些苦恼 还没有 我太合了 哈哈哈